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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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庄严犯差的烘托下 佛陀法具传遍世界五大洲 为巨师燃起明灯 引导众生心灵归依处 为感念佛陀创教之慈敏 并祈愿世界祥和灾难平息 生命电视台台长 海淘法师积极投身于 利乐众生的慈悲善行 实时奔走于海内外的国家与地区 并于近期率领诸位法师居士 跨海走访了位于东北亚的韩国 展开为期14天的佛教古迹巡礼 行程中参访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 并举行慈悲诗时法会及佛法开示 以骗洒法语 滋养一切友情众生 并回向世间平安吉祥 滋养一切友情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国自古以来即受到佛教深远影响 西元四世纪 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 即在这块土地深耕发展 千百万岛民众对佛法僧三宝的尊崇历久不衰 相传及经 境内遍布许多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 寺庙于古迹 每年吸引无数的朝圣者从韩国各地 乃至海外远赴美山补叉 前程礼敬前来 领受佛陀智慧的加持 并以此清静自己的身心 韩国首善之都首尔市 为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 境内新旧建筑交错 而在满布现代化建筑群中 却隐身树作历史的沉积于古寺 一行人首站即来到坐落于首尔市江南区 也是室内规模最大的一座著名的古叉 奉恩寺 奉恩寺 映身于繁忙的都市之中 古寺简约而不失庄严 茂密的真夜灵 洋溢盎然的生机 呈现北国佛教国度的壮胜风貌 置身其中 令人平静相和 仿如一片清静佛土 纵使当日飘着绵绵细雨 也不减众人内心的发喜 祈愿有更多众生来到这修法 同入弥陀大远海 进入奉恩寺宽敞的庭院中 迎面的山门上 浮旋着三个巨伏汉子的牌匾 真如门 真如意味着万有皆具清静自信 其本体为真理 迈进真如门 也意味着踏上了寻求佛法 真理之路 奉恩寺建于西元794年 新罗元圣王时期 已拥有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 历来致力于在韩国这块大地上 传承佛陀的教义 寺内藏有秋史金正系所撰写的华眼金 金刚金等13种3479个珍贵的法金金板 而文明于世 此外 奉恩寺还保存多种有形文化遗产 以史为鉴可以知心体 韩国的古寺保存古迹文物更是不遗余力 位于真如门的右侧 则还列着大大小小的福图 及佛塔 塔碑或功德碑 佛塔内 则是供奉着历来 祝席奉恩寺 以及修行高僧之设立 塔碑上 另外还记载着这些高僧的行迹 而在史基碑与功德碑上 则刻在奉恩寺的历史 隐隐在空气中 散发出与时俱进的义德信香 令人从心中油然升起敬仰 一行人步行到了地藏殿 众人先向地藏菩萨圣像惨败 慈悲圆润的地藏菩萨圣像 安详地助力在佛殿中央 左手持宝珠 右手竭干露印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生命 犹如秉藏 慈心救济恶鬼到众生 由其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的红月 千古以来 更是备受世人惊讶 置身于庄严静谧的佛殿 当下令大众的心沉淀下来 随后在慈悲的海涛法师 带领下 恭送经咒 修持诗诗语轨 让慈悲的法音 回荡在千年古寺的圣殿中 在振振清脆的庄严泛神中 海涛法师也随机为众人 开始效法地藏菩萨的修行法要 那我们这几天到 每个寺庙 不够了 就像现在 为现实病故者 灭下小灾祈福 为所有散热到往生者 不够 不断的违向给他们 保持在一个对伤保的虔诚 保持在一个对对优称的 感恩和灰心 那我想到每一个寺庙 都会得到每一个寺庙的 佛菩萨的加息 刚刚我看之下 这个奉门寺 已经是一千两百年的历史 那里面有科的 那这有学习写的华言经 金康经 各种的大称的经典 造了很好的佛塔 所以那每一封佛像 都会到的时候 让我们称臣的礼拜供养 那第二个呢 也把我们维杰 现实所修工和哄马哄 融入在这个佛像圣像里面 让我们也得到这个佛像的 功德的 加持的 它是以我为 个人为代表 想要是第一道路的回道 这些六道有些人 都得到了这些 诸佛圣像的加息 特别地藏王菩萨在地藏本愿经 只要有地藏菩萨神像的地方 只要全程和尚 来自归一称灭地藏王菩萨名号 那就可以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本愿功德 所以我想每一个佛菩萨 用他的形象度众生 用他的名号度众生 用他的经典度众生 还是用他不可思议的神通价实力 咒语度众生 那包括这些 很严王 那是很严王 每一个圣像 身上都有他的本愿 所以我们在 合掌 还是称念以待 供养的时候 也观想 让佛本上做出来 加持我们 当然各位如果身上有带着 佛教的圣像 或者加持 当然你要观想 这个佛的圆满的身口力的功德 融入在你的身上 跟你身上所带的这些 我叫做圣像的面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自己要独吞呢 我们得到这些功德 做到呢 已经你所看到的人事物 地方 都把这个佛的功德 产生在那里 所以所有这些功德 是透过我们的悲心 万法为新造 韩国佛像的造型 不同于其他处 细而弯的眉毛 远远的脸型 内敛而沉浸 具有其地方的特色 尤其是四中 著名的四大天王佛像 极具代表性 奉恩寺的四大天王 不同于一般的 羞猛威武形象 却是威严庄重 温和从容 面带微笑的守护身 列入首尔寺的 有形文化财 所以韩国一直以来 是一个很虔诚的 大乘的佛教的国家 刚刚各位看到这个脸 每一个佛的脸都变成韩国脸 所以这就是佛教已经 入本土化的 但是这样就代表 入人民的心 所以我们到这边 各位尽量学习它们的优点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花 那前面这个菊花有叶子 都很整齐 他们就去买写上名字 供债火钱 供债塔钱 或者他们请这个 奔 供债火钱 大街里面有点香 要保持开南京地 那为什么有网子 你们娘会飞进来啊 冬天的地方 冰冷 外面娘就想要飞进来 那学生们的老百姓都很相信 所以满满满满的这些 祈福啊 超度啊 然后门口都会卖米的花 那将来第二次我们就知道了 我看到你就可以买一包了 那这个米呢 来上宫 也可以拿来下施 那后来也可以跟人家 结缘 那每个地方都来学习 每一尊佛及其名号 都象征我们凡夫最完美的那一面 当我们向佛陀虔诚礼拜时 就是代表我们降服自己的傲慢 欲望与无名 透过礼拜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心 进而使我们的佛性显现 来到了大雄殿 供奉三如来圣像 正中央供奉着佛陀 左右两边则分别为 阿弥陀佛及药师佛 许多的信众 纷纷在佛前双手合时 屈膝跪拜 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 而在佛殿的天花板 悬挂着无数红色的莲花灯 形成优质型壮观的灯盒 以供养如来及诸佛菩萨 祈求保佑身体健康平安 家庭和睦 相像而立的是法王楼 是奉恩寺内举凡举行礼佛大法会 以及祈祷修行的都在此场所 法王楼内 供着斩斩的烛光 闪闪的火焰 仿佛诸佛菩萨的慈灰 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照破三土之幽暗 引导人心向善 显入诸佛法治 奉恩寺有一尊著名的正寺之宝 而且是韩国最大的弥勒大佛 高达23公尺 始建于1986年 前后历经了十年才完成 大佛矗立在一大片大理石广场 前方一对石师威猛的守护者 时常会有很多虔诚的信徒 来到这里参拜及静坐 除此之外 也会举办许多文化活动 延然已经成为凤文寺的象征 及首尔式著名的地标之一 中文化活动 我想第一站 我们就到寺庙来 特别有历史有加持 寺庙里面 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加持力 后来当然各位也会想 能有轮回 其实你会来 搞不好你做过韩国人 对不对啊 搞不好你的排位在这里 1200年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知道 怎么知道 不花贵 如果你没有不花贵 可以战胜 中国人的特色 韩国的赵老婆在看 你们在干嘛 不花贵 我教你 那我认为当然这也是一个 让你觉得佛菩萨存在 对我们此外的一个方法之一 庄严的海水观音像 紧密地站立在 片洒酒品莲花盛开的食堂上 前方搭起一座桥 象征皆引无数有缘众生 前往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中 并且欢迎参访团 造访清静的韩国佛徒 为第一天的行程 画下美好的句点 在海淘法师慈悲的代理下 大众有幸能够朝礼五代高丽 所遗留千年补差 瞻仰斑驳的日记 沉浸佛法天方 并引领朝圣者 追溯维续永恒的虔诚 与不变的信仰 也感恩历来许多身披加烧 宣扬佛陀正法 甘于淡泊修道的僧众们 效法诸佛菩萨的行徒 千百年来 以慈悲为行持 忍辱为低调 骗洒一切慈爱 故事故事 续佛毁灭 吸引来自各地的行众 莫名来到云山朝礼 一堵圣经 他们为的不只是祈求 瞥见诸佛菩萨的圣容 也是在为唤醒心灵中的 那片净土而踏上旅途 让身心徜徉其重 弘扬佛法力众生 不论昼夜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扶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宫请战炎法师主法 日期1月31号星期五 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地址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联络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点腕灯供万水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的法师主法 日期2月1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礼拜 慈悲药师宝颤祭护生 地点树林菩提讲堂 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 联络电话02-2688-5088 02-2688-5088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监狱亚东医院站2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各位菩萨 各位阿弥陀佛 快乐 来自于你了解生命的真相 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进一步的快乐 来自于你了解万法的真实相 为什么 都是暂时虚幻 因缘合合的存在 但是这个还不是佛法的目的 佛法目的告诉我们 虽然万法 一切 什么叫万法 树啊 土地啊 家庭啊 感情啊 这个叫万法 它不过是一个暂时虚幻 永不实体的存在 叫空性 但是这个存在 不能够离开外界的一切 就像我们活着不能离开爸爸妈妈 我们读书不能够离开老师 所以我们吃饭不能够离开天气 农夫 所以佛法希望我们有这种 了解空性 却不离感恩万事万物的 乃至帮助万事万物 才能够帮助自己的 这种慈悲 利他的 自然的因果思想 生命电视台 会透过各种管道 来弘扬这种佛陀 缘起信空 相信因果 了解空性 不离大悲 成就菩提的 圆满思想 所以透过网路 透过生命电视台 大家就可以了解 简单却容易使用 能够改变生活的 佛法 不过最后我要告诉各位 当你想要去改变别人 那你要先改变自己 你快乐了 众生才会快乐 你有智慧了 众生就会感受到你的智慧 你慈悲了 众生就感受到你的爱 虽然你的儿子做错了 但是 如果你的动机是悲心 柔软语 他就可以接受你 但是如果你是认为 你错了 我要骂你 他就会反弹你 反而得不到效果 所以佛法的根本 当我们自己净化了 你可以把佛陀的力量 透过你净化慈悲的心 来传递给对方 包括你的敌人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思维佛法 多把佛法用在我们 实际的生活 社会上面 阿弥陀佛 多思维佛法用在一起 未经许多 导致的生活 互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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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